星期六,成千上萬來自敘里亞和伊拉克等地的難民湧入克羅地亞 剛剛在星期五,克羅地亞政府宣布解除和塞爾維亞邊境線上禁止難民通行的障礙 之後估計有大約一萬名難民從塞爾維亞進入克羅地亞 克羅地亞政府說過去十日來有大約六萬五千名難民進入克羅地亞 而克羅地亞這個巴爾幹半島國家之前的總人口只有450萬人